如果将地球上的生物按照质量从大到小进行排序,人类会排第几,生物圈的主球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,但一直以来,我们缺乏对不同生物群的生物量进行全球定量记录。 近来,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,就做了这样一项有意思的调查,他们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了生物量普查,为我们呈现了一副生物圈构成的全貌。 调查的结果被刊登于近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赏,这项研究是首次对每一类生物体进行的综合评划,它推翻了一些人们长久以来的认知。 当研究人员对某一类生物的全球生物量进行估算时,会先对这类生物体的生物量进行预先评估,然后再确定这类生物会在全球哪些环境中生存,进而估算出它的全球生物量。 在这一估算过程中,碳被作为了关键的指标,根据计算,他们发现地球上所有生物部含有约5500亿吨的碳,550GTC。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,占据这一总量榜首的,是众4500亿吨的植物,它们占所有生物的82%。 排第二的是细菌,它的总中约为700亿吨,是所有生物量的13%,也就是说,剩下的所有其他生物,从原生生物到古生菌,从真菌到动物,仅占世界生物量的5%,在这5%的生物量中,占大头的是真菌,中央20亿吨。 古生菌和原生生物分别以70亿吨,和40亿吨位列第四、第五名,动物类排名第六,总量120亿吨,排名仅高于重量亿吨的病毒。 令人意外的是,人类的人口数量,虽然多达76亿,并且占据对地球的主导地位,却在体重方面如此微不足道,我们只占地球上所有生命构成的0.01%,远远少于大多数物种。 例如,病毒的重量,就是人类的3倍,人类,是人类的12倍,截指动物亏虫类是人类的17倍,更意外的是,连软体动物,环节动物,和人类饲养的生畜家庭的生物量都在人类至少。 尽管人类在动物中的生物量很小,但却拥有无比强大的破坏性,自人类文明崛起以来,已造成了83%的野生哺乳类动物的丧失。 人大量存在的是人类饲养的牲畜,知心的调查显示,养殖的加价占地球上所有鸟类的70%,只与有30%的鸟类是野生。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,情况更加严峻,在地球上的所有哺乳动物中,有60%是饲养的牲畜,主要是牛和猪。 30%是优势人类,而野生动物仅占4%因农业、伐木和更多现代文明的发展而导致的对野生机器的破坏,被许多科学家视为是地球将发生第6次大灭血事件的征兆。 仅在过去的50年中,就约有一半的动物消失不见,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没点耸心,但如果将新不造的结果,人类成为农民,以及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情况进行比较,就能清楚地发现这一巨大衰退的全部面貌。 去论文作者估计,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,野生陆地哺乳动物的质量益域,是现在的六个七倍。 同样,由于在过去三个世纪里,人类对许多濒临灭绝的海洋生物的大肆捕杀如捕金,海洋哺乳动物的总量降到了过去的五分之一。 即便植物是现在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,也仍然逃魔掌,因农业以及文明建设的需要,人类对森林展开的开采和破坏,使得现在植物的重量仅为过去的尾巴。 该研究是基于大量过去所记载的数据而展开的,那些研究使用的技术常设计的可放描大面积区域的微星搅转技术,以及可在微观世界中解开无数生物影奥秘的基因测试等。 在这些现代技术的帮助下,枯算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和精确,在研究人员承认。 但这份调查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,对于某些生物种类而言,比如地下深处的细菌,估算的误差会比较大。 但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概述,它为我们对地球生命的分布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概括,这是非常有价值的,每一年都有数亿百万英亩的分离在消失。 我们的生存活动可能增加次大量物种的灭绝,在地球上占领着绝对主导地位的人类,但利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真的非常高效。 但与此同时,作为紧占地球百分之零点零一的物种,却给其他生物带来如此大的毁灭性影响,这并不公平,人类真的应该正视自己的描想。 更深刻地意识到,地球不仅是人类的栖息地,变异,藏寿,EHTTP,WWW,NAS, All Content Early, 2018,0515171,1842115,2HTTP,WWW,The Guardian,COM Environment,2018,21HUman with Just,001 of all life, But has D, S-T-R-O-Y-E-D-O-V-E-R-80-O-F-W-I-A-L-D-M-A-M-M-A-L-S-I-S-T-U-D-Y-3-H-TTP-S-WWW, Box,C-O-M-S-C-I-E-N-C-E-A-N-D-H-E-A-L-T-H-2-0-1-8-5-2-9-1-7-3-8-6-1-1-2-A-L-L-L-I-F-E-O-N-E-A-R-T-H-C-H-A-R-T-W-E-I-G-H-T-P-L-A-N-T-S-A-N-I-N-A-L-S-P-N-A-S-P-N-A-S-P-N-A-S. 。